我的奶奶是出马仙 出马仙这个在北方居多 各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 北方称为班杆子 领香火头 领兵带队的 南方称为出鞘 落座 放桌等等 随着地狱的不同 叫法也很多 但是最终都有一个目的 有一个弟子 也称弟马 带领一个仙家的堂口 为人查试看病 出马仙指一些动物仙 例如狐狸 蛇 黄皮子等 修炼数百年 然后为自身修炼 或者接受天上正神的任务 来到凡间积累功德 以达到位列仙般 成为正修仙神的目的 动物仙中 以狐黄莽长最为堕见 道行最高 所以被世人称为四大家族 相传家族内 又以胡三太爷 胡三太奶罪为著名 负责统领及监管天下 出马的仙家 我的奶奶就是胡家的出马仙 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 今天主要讲的 是奶奶这几年 遇到的事情 话说有这么一天 一个学校的老师 来找我奶奶 说是有一个学生 看上去好像是中邪了 让我奶奶去给看看 我奶奶就说 那你把她抬到我这里来吧 那个老师就回到学校 让一位老师背着那个女学生来了 但是说来也怪 那个女学生也就十一岁这个样子 一个成年的壮汉居然背不动 最后还是几个人很吃力的抬着走的 据说当时正在上课的时候 有个老师发现 这位女同学浑身颤抖 好像是很冷的样子 于是就拿件衣服给她披上 后来就是被子 最后炉子都用上了 还是不行 大家伙叫这个女学生 她也不答应 只是嘴里胡乱的说着些什么 还见人就咬 于是老师怕她伤害其他同学 就把她给绑了起来 不一会儿 只见几个老师 抬着那个女同学 来到了我奶奶的屋子里 我奶奶此时盘坐在炕上 双眼一睁 大声呵斥道 你是谁呀 在这女娃身上 有什么目的 你如实交代 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有什么要求 可以直接说出来 只见此时 那个女学生双眼泛白 嘴里却说着一个老人的腔调 我只是路过 好久没有吃饭了 我想找点饭吃 我是随着一辆大汽车来的 刚好看到这个小姑娘身体阴气重 我就来了 你只要给我吃饱 好我就走了 我不会伤害这个女娃的 几个老师听的是毛骨悚然 刚才确实有一辆汽车来学校 当时正是课间休息的时候 许多学生都过去看热闹 我奶奶听了这个鬼魂的话 就说道 好 你等会儿 我给你做饭去 说着就到厨房里去了 不一会儿就出来了 看见那个女孩 奶奶说道 你怎么还不走啊 那个苍老的声音说 大馅儿 刚才的饭被几个年轻人抢走了 我没吃到 我奶奶心想 这老鬼真是没用啊 可嘴上却说 那好 我再去做 这次你快点 不一会儿只见那个女孩 浑身摇晃倒在地上 我奶奶说 好了 你们把她抬回去吧 过一会儿就好了 那几个老师目瞪口呆的 赶忙点头答应 那个女孩醒过来以后 连忙问这是哪里 后来我奶奶告诉我 她给鬼做的饭 其实就是用冷水放在米里 然后扑在灶台上就好了 那个老鬼自己就去吃了 吃饱了自然就走了 要是不走的话 还是有点麻烦的 看来那个老鬼也不是很坏 还有一件事 我奶奶跟我说 那时候是某家公司的一个职员 好像是贪污了银行的一笔巨管 后来被查出来了 就害怕承担责任 本来想着这个公司职员会自杀的 因为逮着也是死罪 但是谁也想不到 是这个男人居然把家里的孩子和老婆都杀了 然后才自杀 真不知道这个男人怎么想的 于是一家六口六个棺材 这件事当时在我们家乡轰动一时 有一天 一对年轻的夫妻来找我奶奶 说是他们住进了这家的院子 晚上老是梦见有人拿着刀来追杀他们 还说他们占了他们的家 期间有好几次都能在屋子里看到 物体自己莫名其妙的就变换了位置 这对夫妻感觉这屋子不干净 但是迫于生活还是硬着头皮住了下来 可是有一天晚上 这个小伙子半夜起来上厕所 被一块砖头莫名其妙的砸中 差点砸死了 这个小伙子说 他看到一个男人拿着砖头要杀自己 但是看到有一个女人拉着那个男人说什么 自己做错事连累家人还不够 干嘛还要伤害其他的人 硬是拉着那个男人走了 这才保住一条小命 经过这件事啊 这对小夫妻就不敢住了 于是来找奶奶 让奶奶想个办法能让他们继续住下去 看看能不能把房子里的东西给请走 我奶奶随后就来到了这家屋子里 只见奶奶先是围着院子转了一圈 然后嘴里念起了什么咒语 不一会儿就昏了过去 等一会儿醒来的时候 整个人就像是换了个人一样 只见我奶奶伸手 拿过那年轻人递过来的香烟 巴唧巴唧就抽了起来 开口说道 我说这院子里的东西啊 你们现在还不出来 难道要本大仙出手不成 只见那院子里突兀的刮起了一阵旋风 然后那对小夫妻就感觉气温突然降低了许多 我奶奶这时开口说道 我知道你们死的冤枉 但是这是你们那个男人作孽 你们何苦要为难这些外人呢 再说了 你们在这里住也不是不行 只是我要你们保证不再伤害他们 就在这时 只见我奶奶面色突然变了一遍 突然对着空气喝道 好你个妖孽 你杀了家人 难道做鬼也不知道悔改吗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把你打散了 说着奶奶就伸手在虚空中做着手势 办上之后 我奶奶笑了一笑 对那对小夫妻说 没事了 我已经跟那家人说好了 他们不会伤害你们了 只是他们不愿意走 我也没办法 我也不能随便伤害鬼魂 这是规定 你们记得要定时的供奉着他们 他们也会保佑你们的 说完 我奶奶就跟那对夫妻交代了什么 说完就走了 从此以后 这家再也没有闹过鬼了 就算家里没人 把孩子独自放在家里 也没出过事 只是隔三差五的 这对夫妻都要烧点纸钱 我奶奶说 其实鬼怪并不可怕 只要你心里没有亏心事 就不必害怕这些 多做些好事 就会有福报的